国内疫情升温 那么今年暑假出国还有希望吗 六月底返回台湾之后 能不能够免隔离呢 对此指挥官陈志忠松口说 有这样的可能性 而这样的回答 也让旅行社重新燃起希望了 现在开始超弦部署规划准备 一时评估 国内的疫情到了五月份 可能会达到高峰 要是六月涨下来 缩短返台隔离检疫天数 暑假出国就有机会 但陈志忠在目前还是强调 要考虑其他国家的疫情 天气越来越热 再过几个月就是暑假 可如今国内疫情升温 今年暑假出国玩还有望吗 六月底返台后 可不可以免隔离 指挥官陈志忠松口 有这可能性 让民众和留业重新点燃希望 台湾人最喜欢去的日本来讲 三月份已经我们的 各旅行社的人 开始回归到日本去了 那开始要安排说 日本人现在目前的状况 以及以后开放以后 防疫的状况 要是怎么配合 有些饭店 有些饭店不见得 他现在还有开 已经先回到日本 开始慢慢去做这一部分 部分的做准备 旅行社评估后疫情时代 国际观光旅游模式 将会有转变 以往二十人以上的大团 可能会转为两到十人的小团 主要团员会以亲友为主 避免跟陌生人同团 降低传染风险 不过人事车资成本都会增加 再加上机票涨价 旅行社评估团费 可能增加六到七千元 但最主要还是得看 国门开不开 有专家评估如果五月 国内疫情达到高峰 六月下降 缩短检疫天数 暑假的确有望出国 如果疫情它高峰拖得更久 因为我们是走平缓上升 也许我们的peak就不会像别国 这样抖升抖降 那所以那个如果说疫情拖得 有点久甚至到七月 那下降的有点慢的话 那可能就还会再延后 基本上要看双方的疫情的对等性 那如果大家双方疫情都一样 或比我们疫情更轻的 那当然那个检疫 就可以考量再放宽 敞开国门没有时间表 还得看疫情变化 但在那之前 台湾得先做好准备 记者桑报导 国防部教造传出首例确诊案例 后备指挥部 目前正在苗栗的抖幻瓶营区 进行七天教育召集训练 传出有一名兆员 在进行快筛检测时确诊 苗栗卫生局紧急匡列了50人 包含营区内接触过的官兵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出炉 目前都是阴性 苗栗抖幻瓶营区 正在进行教育召集训练 却传出有教招员确诊 他是一个外县市的 到我们苗栗的营区 来接受教招 那我们是在4月12号的晚上 6点钟的时候呢 接过通报 该名教招员在苗栗抖幻瓶营区 进行七天的教招 4月11号入营 在进行快筛检测时确诊 苗栗卫生局紧急匡列50人 包括6位现役军人 跟44位教招员隔离跟检验 结果为阴性 也扩大筛检262人 检验出炉后 目前都呈现阴性 那也用防疫计程车 跟防疫的巴士 送他们返向 今天早上就开始 启动这样子的一个作业 据了解目前该营区 进行教招的 人是过去后被指挥部 负责的七天救治教招训练 并非是今年陆军实施的 新制14天教招 如今传出教招员确诊 军方不敢大意 立刻进行营区内清洁消毒 这也是国防部教招 传出首例确诊案例 记者中部早报道 本土疫情再起 但是纾困特别条例 在今年6月底就要到期了 行政院现在眼拟 把时效再延长 而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 原本今天也要到立法院开会的 但传出政院 新登一名公有确诊 为了保险起见 李孟燕临时请假 改由副秘书长出席参加 好另外国安会也接获通报 一名员工确诊 目前疫调结果 这个员工并没有跟 政府总统有接触 国安会134名员工快晒的结果 也都是阴性 内政委员会出席名单 行政院这一栏 已经改为副秘书长 原本是秘书长李孟燕 要亲自来 但政院多了一名公有 被验出确诊 虽然没有密切接触 亦指挥中心建议 李孟燕自主健康监测 临时向立法院告假 而这波疫情 也再度收进总统府 国安会新增一名员工确诊 经过疫调 确诊员工没有跟 政府总统等高层接触 134名员工快篩 结果都是阴性 目前没有扩散迹象 但这波疫情 看似没这么快落幕 截至111年4月6日 公股银行办理各部会 纾困方案 受理申请达 12万1929户 金额达新台币 一兆2493亿元 纾困这新特别条例 6月底就要到期 剩下不到两个月期限 政院表态希望能延期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邀及财经部会来讨论 假设要延期 我赞成 但是预算的部分 从过去的600亿 2100亿到8400亿 金额一再膨胀 金额一再膨胀 也没有把钱用在刀口上 对特别条例的延长 这个一定是有必要的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 特别条例里面的特别预算 那特别预算还需不需要使用 我们还是希望说 请行政院在斟酌 疫情何时能到尽头 目前看起来 仍遥遥无奇 草业有共识 纾困特别条例将继续延长 免得政府防疫政策 无粮草可用 记者林生之后 吴湘三台北报道 家用快筛的价格偏高 引发民怨 那么现在更有学生 在论坛上发文说 其实他在两年前 有参加过大学跟中研院 所合作的快筛试剂研发团队 他说当时其实已经制作出 成本又低 准次率也蛮高的试剂 但是最后没有在国内使用 也质疑辛苦的研究成果 都被校方给收割了 但是这次 实际大学也驳斥 表示当时学校研发的是 抗体快筛 跟目前居家使用的 抗原快筛试剂并不一样 确认阴性没问题 才松了一口气 快筛成了许多人 上班上课前的SOP 但试剂偏贵 也引发民怨 指挥中心给解释 因为台湾市场规模小 进口价格难压低 但这说法有学生发文怒批 贴图照片 透明屏身 拴紧蓝色盖子 两只塑胶管上还写着 原来这就是全世界 炒番的病毒 N-Protein 自称花莲慈基大学的学生表示 早在两年前 就曾参加学校和中研院合作的 双抗体快筛试剂研发团队 做出第一批试剂 准确率高 成本还只要几十块钱 没想到试剂 不但没用在台湾人身上 学校还捐给其他国家做功德 实在不解 如今花莲爆出疫情 还要自己花300多元来快筛 觉得被当成免费打杂劳工了 居家快筛为抗原快筛试剂 与发文者所写的 本校109年 疫情初期开发的 抗体快筛试剂 完全不同 校方解释 当时学校研发的是 抗体快筛 和现在民众需要的抗原快筛 根本是不同东西 而且当时的研发目的 本来就是为了公益 这个试剂的制作成本 全数由 慈激慈善基金会的支持 本校并未出售盈利 网络发文者所写的 试剂制造的成本 也没有经过精算 博赤收割一说 国内疫情升温之际 家用快筛需求大增 价格和来源又在线议论 介绍今天欢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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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地下锋 词 转发 地下宅 文 Produkt员 并未出售 感谢观看